赛尔达传说系列中 没有取回林克标志型的大师剑 游戏就无法算得上完整 赛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也不例外 王国之类中的大师剑 因为剧情的原因 需要玩家再次获取 那么要如何才能获取大师剑呢 事实上 虽然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但最终都需要从在海拉鲁周围 游荡的巨龙头上拔取 才能获得大师剑 本期节目将几种不同途径 获取大师剑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种方法是随机获取 如果你在游戏过程中 有幸遇到这只 在海拉鲁大陆四处游荡的肥龙 那么你可以立即升空攀爬到大龙身上 然后从他的头部拔取大师剑 但拔剑之前 你至少要通过20座神庙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有足够的力量 将大师剑从龙身上拔出 如果你没有遇到巨龙 或者他没有处于最佳位置 那么还有两种方法 可以放置跟踪标记 从而更轻松地找到巨龙的位置 其中一种方法是完成主线任务后 你将被要求寻找大师剑 完成名为大师剑的足迹的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 需要去克洛格森林中 找德库树长老交谈 但是与前座荒野窒息不同 森林不能从海拉鲁的田野进入 因为迷雾太厚 所以我们选择从地下走 然后用通天树上去 记得先给地图上的森林中心打一个标记 这样方便我们地下行走的时候 确定方向 在途中我们会遇到欢迎加农大霸 在途中我们会遇到欢迎加农大霸 战斗结束后 我们继续小心地朝着西北方向穿越 知道你到达地图上留下的标记附近 有个祭坛中心 这时你可以用通天树上去 到达克洛格森林 上去以后 我们先把附近的神庙做了 这样方便传送 然后你到达了德库树 但你会发现大树处于身体不适的状态 必须帮助它解决身体不适 然后才能与它交谈 这就需要我们再次面对欢迎加农 击败欢迎加农后 大德库树就摆脱了它严重的忧郁情绪 你回到树上与它交谈 它将为你提供巨龙和大师剑的确切位置 得知巨龙的确切位置后 等它飞到比较靠近的鸟望台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飞过去 飞之前穿上滑翔服 带上必备的药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要保证自己有两管精力 拔箭时是不能吃药的 飞到巨龙身上后 先把能拿的材料拿下 然后走向龙头大师剑的位置 再一下 很多人需要赚 confer与订阅 将近和订阅 的确切位置 然后再次 加速咳 第三中取得大事件的方法 就是收集所有分布在海拉鲁周围的12个龙之类 龙之类可以通过找到地形上的巨大形象来获取 一旦你找到所有的龙之类 除了能够回忆起公主塞尔达遭遇的记忆外 你还将获得龙的跟踪器 以便你再次登上它 并且如果你有两个完整的耐力圈 就可以拔出你的大事件 以下是所有12个龙之类的确切位置 一 海利亚湖 站在湖的南岸向东走 你会看到一座大桥 桥下有一片草地 那里有一条小溪 在小溪旁边有一个石头 龙之类就在石头旁边 二 拉涅尔山爬上山顶 你会看到一只青龙 它会在天上飞行 当你接近它时 它会停下来 你可以用剑射中它的背部 就能获得龙之类 三东格鲁德 在哈特诺村西北的荒地上 找到一个叫做桑塔的NPC 它会告诉你龙之类的位置 龙之类在它附近的一棵树上 四 海布拉山 在山顶上找到一只白色的龙 用剑射中它的背部 就能获得龙之类 五 法龙 在灵地的中心地带 有一个叫做莉莉的NPC 它会告诉你龙之类的位置 龙之类在附近的一个石头上 六 格鲁德高地 在塔的南面 有一个叫做加拉哈德的NPC 它会告诉你龙之类的位置 龙之类在附近的一座桥上 七 格鲁德高地 在山脉的北面 有一个叫做朱莉的NPC 它会告诉你龙之类的位置 龙之类在附近的一座桥上 巴塔邦塔边境在地图的西北部 有一个叫做阿罗的NPC 它会告诉你龙之类的位置 龙之类在附近的一个石头上 九 海利亚湖 在湖的东南角 有一个叫做塔卡罗的NPC 它会告诉你龙之类的位置 龙之类在附近的一座桥上 十 奥尔丁山脉 在山顶上找到一只红色的龙 用剑射中它的背部 就能获得龙之类 十一 阿卡拉高地 在地图的东北部 有一个叫做林恩的NPC 它会告诉你龙之类的位置 龙之类在附近的一个石头上 十二 林地 在科拉克森林的中心地带 有一个叫做维利亚的NPC 它会告诉你龙之类的位置 龙之类在附近的一棵树上 希望这些信息能对你有所帮助 龙之类的 龙之类在大黑 拿着 龙之类以红树上 龙之类 龙之类是 refusal 龙之类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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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